脱发的类型有很多 雄激素脱发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 而这类脱发一般都是从前额和头顶开始吐起 造型可谓非常单一 吐得丝毫没有创意 为什么它就不能从两侧或者后脑勺开始吐起呢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毛囊 相比于后脑勺的毛囊 更容易受到雄激素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头发的生长 在我们的认识里 头发不同于眉毛夜毛 这些身体上其他地方的毛毛 只要不剪就会越长越长 但毛囊并不傻 为了防止头发长到 把你自己给绊倒 它有着自己的生长周期 当一个空空的毛囊打算养一根头发的时候 这个毛囊也就进入了生长期 这个时期毛囊会不断地给这根头发送好吃的好穿的 让它能够茁壮成长 这个时间一般有两到五年 当它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毛囊看着差不多长了 自己也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于是打算给自己放个假 就无情地撤走了这些优渥的条件 开始退化缩小 这时的毛囊就进入了为期两到三周的退行期 最后只剩头发固灵灵地插在毛囊里 进入了休止期 这个时期大概持续三个月 这根头发就会脱落 这时休息好的毛囊也重新恢复了活力 我毛呢 然后它就再次进入了生长期 来培养下一根头发 这就是头发的生长周期 好在我们头发很聪明地 把生长周期相互错开了 大家并不会共同进退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发生以下这种情况 你头发也到休止期了呀 对啊 早上洗了个头就掉光了 好烦哦 我们头皮上这么多的毛囊 大概只有7%处在休止期 假如一个人有10万根头发 那平均下来 每天就大概有70到100根头发 会自然脱落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不要太过担心 但有的人越脱越多 头发越来越少 这时可就不是生理现象了 所以不好治对吧 也还是可以控制一下的 我们头发的毛囊会被一种叫做雄激素的东西搞破坏 在一部分容易脱发的人群中 原本健健康康的毛囊在雄激素的影响下 会变得又稀又小 而且毛囊生长周期会逐渐缩短 使得毛囊干不了多长时间的活 就开始摸鱼 有些毛囊在经历休止期休息以后 甚至开始打算一直躺平 不再进入生长期 反正都要掉 没意义的 躺平吧 就这样慢慢的 你的头发就会变得稀疏 发际线也开始往上飘 在医学上被称为雄激素性突发 简称雄突 而雄突发生的主要因素 一个是遗传的影响 我能申请重开吗 另一个就是雄激素 前者让你的毛囊天生对雄激素的反应变高 后者就趁虚而入 开始把你的毛囊变得又稀又小 然后你的发际线就开始后移的拉都拉不住 呈现出了一个M型 并且人们发现在头顶和额头这些地方生产雄激素 就比后脑勺那些地方活跃很多 同时这些地方的毛囊 相比于后脑勺的毛囊 更容易受到雄激素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突发一般从发际线和头顶开始 而女性 卵巢和肾脏上面 那头叫肾上腺的东西 也会产生雄激素 所以这个叫雄激素性的突发 并不是只会影响男性 好在女性一般也不会突成这样 因为头皮前部有着一种特殊的霉 能够把雄激素变成雌激素 而女性这种霉的含量比男性高很多 同时 女性头皮前部 相较于男性不容易受到雄激素的影响 基于这些保护作用 女性的雄突发际线 一般并不会后移 而是头顶头发会变得稀疏 所以就发病率来说 男性大概为21% 而女性会少很多 大概为6% 雄突怎么治疗呢 抑制雄激素的产生 便成为了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像女性常用的罗内纸 男性常用的菲娜雄岸 已经是很多 脱头男孩女孩 耳熟能详的药物 而在此基础之上 配合一些 以促进毛发生长的药物 就能较好的控制 脱发的发展 不过大家不要私自用药 还是要去皮肤科 找医生给看一下 因为雄脱和遗传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种先天就有的东西 也预示着 它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 需要长期治疗 用药控制 对于严重的患者来说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手术治疗 我是华小浪 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 不要秃头的博学的画家